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细雪敢言 李宗盛逢星期一至五 为你识世情 论人生 在满城花半情人节的2月14日 亦是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的 开始接受提名期 按照目前的估计 有三人都可以顺利入閘 所有的选举工程 亦是全面展开 并且去到一个 可能去埋伸 肉搏的情况 被视为大药物的唐英年 其实是他的班底最强 或资源最丰富 所以精心设计了 将他的政纲一分为三 希望佔据是三日的头条 要有详细的空间时间 给他解释他的政纲 可惜突然杀出的程偶金 就是今天唐英年仍然佔据 港民的头条 可惜是负面新闻 就有传媒就踢爆他的 他的唐家大宅是涉及些是 潜见的风波 在解释上 亦都是不得全面 因此又被视为一次 诚信的挑战 继梁正英是涉及西九风波 今回唐英年又涉及是 家宅的潜见风波 所以大家都背着一些是 诚信的负资产 估计当这个选战全面展开之后 类似这样的新闻 仍然会不断被揭发 从政人员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的团队亦都必须具备危机处理的 一些智慧和功夫 事实上大家想想 为什么香港的政治人物 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其他国家没有呢 就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总统选举 为什么 是较小的类似的 丑闻 或者是被传媒 揭发早年一些的情况呢 如今 美国的民主在进程 好多人基本上 都从参议员开始 或是从地方行政开始 做州长等等 所以在他整个早期的政治生涯 已经不断自我消毒 有毒早年就消了 但香港来说 畢竟有多少是叛徒出家 儘管梁振英和唐英年 都是踏足一个政坛日久 但基本上 是并没有这种自我消毒的强烈意识 所以来到今时今日 被人揭发这些东西 事实上本身都要是负责的 在窮追猛打下 唐英年当然 都要撇下他的什么是政綱工程 先要回应这些这样的追问先 当他的幕僚 为他爆出一句就是 做男人要有肩头 做公职 要有风骨 是一个不错的生悲 很多传媒都用了他 也都成为了是城市一个话题 但这些句话本身 都暴露了不少是人性的弱点 暴露了是唐英年一些弱点 事实上今次被指责 就是说你诚信的问题 为什么? 传媒早期的查询 你就知言以对 到今时今日 亦都是回应上 左知右绝 自言其说 当然觉得 那个肩头和风骨 似乎就不是太够力了 其实不单单是男人 做人都需要有肩头 是愿意承担 要有风骨 是不会在权力 或者任何的威逼利有 一切的物质引诱之下 是折腰 但这两种做人的原则 其实是不容易可以坚持 当你没有压力 没有要求 没有挑战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说 但当你真正是处于某种的处境 是需要作出勇敢的承担 需要作出一种不折腰的坚毅 这件事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圣经当中有不少人物 其实真的具备了是肩头和腰骨 如果是我 是经常在当中学到新的功课 其中旧约的人物 有个叫做加勒 加勒何许人也 大家记得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加南 去到加南边境 正想要进入加南美地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加南地方 是被很多其他族裔所占据 他们是强悍善战 以色列人有点点 是民风丧胆 他派出十个探子前往探路 结果十个花人都觉得 喂 没得打的 完全是假不叠 或者两个是坚持 这个是神的应许地 我们要打一场仗 我们要进入加南 一个叫做约书雅 一个叫加勒 加勒和约书雅 都可谓一时如量 他们凭着一个肩头和风骨 是排除更多的困难 是激励他族人要进入加南 经过连长的大战 终于是有所收获 但加勒更加重要 他是能够是永不居公 甚至硬仗 我去打 容易打的 被其他人去打 他和约书雅一时如量 但从来没有些争锋 他绝对知道约书雅 是更加合适的领袖 他觉得 这是上帝所安排 所揀选 于是 他甘愿作这个副居 并且是幕后支持约书雅 这个就是肩头和风骨 在加勒那种勇艺当中 其实是表现出一个男人 特别是一个坚强的地方 当然同样女性同样都会有肩头和腰骨 亦都可以是有风骨去坚持 事实上这个人性的光辉 是上帝做人的时候 给予一种人性的本质 可惜当罪性入了人里面 我们愈来愈懂得是怎样来到去质质搏 愈来懂得是什么时候要是奉迎 什么时候要懂得是风头火势 于是人性不断被扭曲 在政治的放大镜底下 每个政治人物都需要诚实面对自己 传媒也是担任了一个监察者的角色 但最重要 人性的光辉 无论是否是从政 无论从事任何的工作 任何的侍奉单位 我都需要是具备一种人性的光辉 包括是肩头和风骨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